男人意外获得一副顶配棺果 棺材盖上面不仅有天窗 而且里面竟然还配备真皮软床 男人清理了上面的杂物 突然发现软床下面还有隔层 男人一用力 缓缓打开了软床的上层 没想到软床下面 竟然隐藏了一台精密的仪器 男人找来室友大壮 一起研究这台仪器 他们发现仪器中央暗藏了一把钥匙 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借助放大镜的观察 大山发现这上面竟然刻有人的名字 同时大壮发现了仪器上的锁口 他们把钥匙放上去慢慢转动 这台仪器开始缓慢地运作起来 同时伴有一种神秘的声音 奇了怪了 谁会把棺材改装成音乐盒呢 第二天 大山找好朋友小海调查钥匙上的名字 小海说那人被称为魔鬼工匠 几百年前打造了这口锁魂关 据说它可以让人灵魂出销 回家后 他找来室友分享这个消息 男人决定把金鱼放在里面做一次实验 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大壮把金鱼放在棺材里 大山随即转动了那把钥匙 一热声瞬间响起 同时又击起数只微弱的电流 电流按照特定的轨迹 慢慢地走向了鱼钢 随后几只电流打在了小鱼身上 不一会儿 小鱼就没有了生命体征 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 小鱼瞬间又活了过来 两人看着目瞪口呆 这时小海也赶了过来 他要加入两人的研究队 大山决定亲身体验以下魔鬼的效果 自己躺进了棺材里 大壮帮他用录像记录整个实验过程 准备好后 小海转动了纳梅钥匙 电流再次被激发 一路在大山的脑袋周围 缓慢地穿过眼球后 大山失去了生命体征 大壮记录了一切 可小海却害怕了 他怎么都叫不醒大山 大山甚至一点脉搏都没有 但他俩却不知道 大山竟然真的灵魂出窍了 而且就站在两人的身边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切 作为灵魂的他 摸不到任何现实中的物体 一夜声停止后 大山瞬间醒了过来 吓得两人差点没跳起来 大山跟两人描述了他的奇妙经历 于是小海也决定一身使官 死亡一次 一探究竟 男人躺进充满遗弃器的棺材里 同伴转动钥匙后 机器开始慢慢旋转 电流随之再次被激发 下一秒 他的灵魂竟然也离开了肉身 他走出房间后 来到大街上 突然一辆火车朝他省 吓得他直接醒了过来 他觉得这种让人处于 冰冰死亡状态的机器 一定有问题 劝告大山他俩不要再失业 可大壮还没有尝试过很不甘心 于是他在两人的搀扶下 也躺了进去 不出所料 他也分离了灵魂和身躯 坐了几十年轮椅的 他终于能站起来了 这时大山的女朋友小美过来找大山 他抱怨大山花光了自己的信用卡 大壮的灵魂走了出来 头听到两人的对话 争吵过后 小美愤怒地离开 万万没想到 大壮竟然跟进了小美的车 原来他对小美经另有所图 幸好一夜生停止 大壮回到了现实当中 不过没人知道 他的灵魂到底干什么去了 然而那人毛骨悚然的是 昨天用来实验 魔官效果的金鱼突然死掉了 小海很担心 三人会有同样的下场 回家后一直研究 魔官里发出来的声音 他认为问题一定出在声音上 果不其然 他找到了波段中隐藏的频率 他上网搜索这个频率的资料 果然这个声音 能够使人出现幻觉甚至死亡 这时一只苍蝇飞到了电脑上 听到这个频率的声音后当场死亡 小海很疑惑 这个频率对昆虫也许有用 但还不足以刺激到人类 那么问题一定出在棺材内部 他仔细观看录像后发现了问题 于是拿起摄像头 对准自己的后脑梢 果然头发里有个针印 小海赶紧把这个问题记录在电脑上 突然一只黑色的机械恶魔出现 小海被吓泡了胆 冲出房间逃命 结果不幸从楼梯倒了下去 隐和西北 男人躺进一副几百年前的棺材里 随后用钥匙拧开了机关 电流声响起后 他来到一家正在打烊的超市 老板低头数着一天的收获 用密码打开了保险柜 而大山就在旁边盯着他 老板把机器藏好之后走出超市 又锁上了第三把密码锁 可惜他全然不知 这一切都看在了大山的眼里 大山醒来后 患上都冒山伪装自己 鬼鬼祟祟的来到超市 用老板的密码打开了全部密码锁 拿走了保险柜里全部的机器 还有那把手枪 大壮见他不在家 偷偷躺进了棺材里 旋转钥匙触发机关后 他的灵魂来到了小美的更衣室 这时小美接到大山的电话 大山说已经弄到钱 还清了小美的信用卡 小美原谅了大山 放下电话后说了一句 这可气坏了一旁的打撞 愤怒地摔了一下旁边的柜子 万万没想到 他的灵魂竟然能触碰到真实的物体 大山和小海都没有这种能力 里边 大山遭到了警察的拜访 原来是小海的意外死亡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大山来到现场配合调查 发现了小海临死前写给他的话 那口魔官会慢慢侵蚀使用者的大脑 必须马上摧毁 大山回家后 拎起斧子准备动手 没想到大壮竟然站着 出现在他的身后 魔官的电流刺激到了他的神经元 残疾的双腿早就全约了 大壮阻止大山摧毁魔官 并且将大山打晕在地 他把魔官偷走后再次灵魂出窍 灵魂来到小美的家中 搞出一点声响 把小美骗走 偷偷打开医药柜 拧开棉药的瓶盖后 倒进了小美的牛奶里 随后锁上了房门 不知情的小美喝掉了牛奶 随后大壮便打翻了所有家具 吓唬小美 小美害怕地往出跑 可是却无法打开房门 迷迷糊糊地晕了过去 大山醒来后 冲进大壮的房间 发现大壮的电脑里 都是自己女朋友的照片 她彻底慌了 回房间用电脑给小美发视频 小美被铃声吵起 告诉大壮自己的遭遇 然后又晕了过去 大山找到了大壮偷走的汽车 又发现了她躺在魔关里的真身 正当大壮要对小美下手时 大壮及时将她从棺材里拽了出去 大壮在小美的面前消失了 大壮用器有准备烧点魔关 却被醒来的大壮一拳打倒 两人扭打之间 大壮用偷来的手枪点燃了魔关 大壮赶紧跑过去救火 大壮起来后阻止她 两人打倒到天台边上 大壮再次发动攻击 却被大壮见招拆招 一拳给她掀翻送她归西 随后大壮紧紧抱住暗小美 呆呆地望着被烧毁的目关